今天拍攝拍攝 回想起之前兩個月的拍攝 真的挺辛苦 起碼只是走路 也不能像現在這樣輕鬆 你好… 鎮魚和蛇仔 你好… 在努力嗎?剪刀嗎? 你的樣子很正常 是嗎? 氧氣充足了 我看之前真的… 點滴在心頭 好… 其實《無窮之樂》 到今年已經是第三輯 之前拍攝了兩年 拍攝的過程當中挺艱辛的 拍攝完之後,又覺得很值得 很難忘 第一輯,我們帶領大家探討 國家的扶貧成果 但以前我都很窮 正正是憑著旅遊扶貧 網紅效應 令那個地方一夜成名 第二輯,我們欣賞國家的環保工程 要靠三代人、幾代人的努力 才可以再修復 為甚麼要到失去之後 才懂得去珍惜 錢可以買很多東西 但是買不了地球的環境 這次我們的無窮之路三的團隊 就是用一個自駕遊的方法 帶大家有新疆和西藏 你好… 又出發了 好 新疆和西藏合起來 佔了全中國三分之一的面積 有全國五十六個民族 其實大家一直以來 對於新疆和西藏這兩個地方 都很好奇 因為經常上新聞,有很多傳言 在新疆前幾年出現的民族封滅 宗教極端的事情 外面也是有一些報答 說政府要種族滅絕 就是滅絕 所以我自己都很想知道 這個真相是怎樣的 這些新聞 就是說你們 就是長坡勞動 找人來摘棉花 他們也沒來過 他們不了解新疆 最後他們這樣害得 我們把棉花賣不出去 其實他們究竟現在的生活也好嗎 他們有沒有受過迫害或不開心的事 你們對我來說是非常神秘的 對於他們的這種誤解 或者這種報道出來 我還是希望他們來 他們來看,親眼去看看 親眼去感受 這次就想用自駕遊的方法 去闖蕩這兩個地方 出發 好 原來你看到的風景,你看 畫一樣漂亮 很重要讓你看一眼就記一輩子 我們從北疆出發 沿著多條著名的角度 一直探索 你們廣東人是嗎? 廣東人 這位女主人,她也是俄摩斯族 在這兒有三代了 你剛才說我幾歲? 二十 我應該可以當你們的媽媽 對… 走到全國最西部 跟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的邊疆 這裡就是雅罕走廊 再向那邊,竟然是阿富汗 我看他們的樣子 就像歐洲人一樣 其實他們怎樣都是你們中國人 你好,阿富汗 這裡是小島 大家都是夢裡而哪兒 你伴著… 一望無際,看到一個雪山 一路南下,貪索南疆 來了,這裡是黑濕 好 大家好 加油… 他們花了5.53秒就吃了1200克的羊